大家好,我是DJ阿周 今天要为各位介绍如何从台湾走小三通 到达福建省的厦门 首先呢,你在台湾先准备下载一些相关的网站 例如微信,还有支付宝 这是说你在那边会用到的 还有百度地图 在那边如果不知道位置都可以用百度地图定位 还有百度,这个是让你搜寻 相关你不知道的讯息都可以从百度上搜寻 再来是这个铁路12306 这是搭他们的动车高铁相关的一个讯息 买车票也是利用这个网站来购买他们的高铁或动车的车票 再来要下载协程网 这协程网呢,你必须在支付宝还有微信 这个账户里面都必须有人民币的一个金额在里面 那他这个直接会从里面去做扣款 那至于支付宝呢,这种东西 你在台湾只要有信用卡 外加台胞证,你都可以直接开户办理 当你有微信账户了 或者支付宝账户 那你在填报海关健康申报的时候就方便许多 第一次填报你就照着它上面的一些表单 据实的填写 当你有填写完毕之后呢 它会给你出现有一个示威码的一个条码 那你把那个条码记得截图 入境的时候要出示给海关人员看一下 那你当你有填写过之后呢 日后再重新填写 出境或者入境的时候 如果身体没有异样 你就照着照片这样直接按一个自动申报 这样就完成一个填报手续 我这次是从台南机场做出发点 那因为台南机场属于军用与民用机场合一的一个机场 那所以说这边是不适合拍摄的 包括在机场里面准备搭飞机的那一部分 请各位配合请勿拍摄摄影或者拍照 当飞机抵达金门上一机场的时候 我们就沿着指标跟着人群一起走 那就会到往出口的方向 首先呢你会搭手舞梯往上头的方向 慢慢的上到上一层 上一层这边就是提顶行李的地方 如果你有挂行李的话 那一般国内航班是水深行李7公斤 都是自己带着 那如果是你用挂行李的话 一个人是10公斤 操纵的部分有另外加价 上到行李转盘的这个楼层的时候 那一般来讲在镜头左手边这边 有很多人会往左手边这个方向去上一下厕所 那因为行李呢没有那么快到达行李转盘 一般走到这边都要稍微的等待一下 那行李才会上到这个输送带上面 提领行李 当然在这个行李转盘旁边有准备了手推车 可以供民众使用 提顿行李我们就往上一机场的出口方向出机场 一出机场之后在机场的外头就马上会有计程车 可以搭乘往水头 一般来讲行情价大概就是一趟是300元 你也可以跟游客要去码头的 要去水头码头的一起拼车 这样也是他们都以一辆车做计算 到达水头码头之后我们进到码头的大厅的时候 就会看到售票处那看你要搭什么航班的 一般来讲都是航班要行驶前一个小时会开卖 这时候你要准备护照以及台胞证 当然也要准备看你要现金还是刷卡 都可以支付这个船票 如果你没有台胞证在这边可以申办一次性的台胞证签证 那厦门那边是可以办理一次性的签证 就如同照片中所显示的 请你就备妥这些证件 到时候就可以办台胞证一次签证的入境方式进入厦门 买好船票之后我们就可以准备出境了 办好出关手续之后呢 我们就沿着指标往3号的登船路口处方向走 那沿途会看到之前免税上店的部分 很多店家目前都还是关着 因为疫情之后并没有很多人进出 那以前的船班是很频繁 现在只有一个小时30分左右有一班船 那这个免税区呢 大部分所卖的还是烟酒化妆品居多 再往前走 护眼处呢 就是准备登船的一个入口处 在还没到达那边之前呢 在右侧这边会有厕所 有些人习惯在这边先上完厕所 再准备去搭船 那同时呢 这边有一些饮水机 有热水冰水 还有温开水的一个饮水机 那在这边呢 略做休息一下 等一下就准备从3号的位置口 走下去搭船处 直接上往厦门的船只 这是我在3号门还没有开之前呢 在里面所拍的一个大概情形 那各位看一下 你也可以在那边拍拍照 上船之后 这是船上内部的一个情形 那因为我们搭的这帮船呢 它并没有客满 那里面的乘客呢 你也看得出 搭乘的人应该还不到整艘船的三分之一 在船的周围我逛了一下 那也可以看到外面的一个景色 这是厦门跟进门当中的海域的一个情形 那逛着逛着我就往这头走过来 你会发觉它这边有贴一个公告 这公告上面有就是告诉你进入大陆 这边要扫健康码的一个程序 上面有说明 如果刚刚在买船票那边你没有登录的话 来到船上这边一样可以登录 只是要看你的那个网路搜寻的到搜寻不到 那就少这个条码之后可以办理 一样在这边可以再做后续的补充办理健康码 船行大概二十几分钟 将近三十分钟 我们就抵达厦门的五通码头 就准备下船 准备往通关的方向行走 下船后我们就沿着坡道 上来之后这边有一段是有输送带的 会比较轻松一点点 不过呢 说实在的 两段加起来走起来也是很累的 我们就沿着这个输送带上去之后 就开始办理路关手续 如果你对路关手续不清楚的话 反正你就跟着人潮走就对了 他们这边的海关工作人员 任何一道程序如果你不清楚的 旁边都会有人协助你办理路关手续 那提醒各位 照片中这个就是提醒各位呢 有带这些相关的物品请勿进去 以免触犯大律的法律 好的 影片就介绍到此为止 希望你会喜欢以上的介绍 如果你对我的影片感觉到有兴趣 麻烦你就开启小铃铛 按赞 以及订阅 谢谢 拜拜